哇 我们的火山黑发小事件做成功了 可真漂亮呀 爸爸 你快来看呀 哼 看什么看 你们把房间弄得这么乱 赶快都给我收拾好 一会儿我去来检查 啊 这么乱要怎么收拾呀 我才不收拾呢 出去玩喽 哎呀 弟弟这么出去玩了 如果不把房间收拾好 爸爸回来看到肯定会生气的 还是我来收拾吧 先把这些袋子都给带上 再把模具拿去洗一下 洗好了 把它们放在一起 再来把地面给擦干净 关于都收拾好了 真累了 我要躺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哎呦 哥哥把房间收拾的还挺专心的嘛 爸爸 爸爸 你快来呀 我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哇 弟弟可真棒呀 爸爸要把这个奥特曼的变身器奖励给你 还有这个好玩的奥特曼九宫格也奖励给你 哦 太好了 谢谢爸爸 不行 爸爸 你不能奖励给弟弟 弟弟在撒谎 这个房间秘密都是我收拾好的 哥哥 你得不到奖励就不要胡说 你在这里睡觉嘛 这个房间是我收拾好的 不对不对 你出去玩了 这个房间是我收拾好的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房间是谁收拾好的 小朋友们刚才肯定看见了 我来问问他们吧 如果是弟弟收拾好的就发送666 如果是哥哥收拾好的就发送小能量 小朋友们 你们肯定知道房间是我收拾的对不对 那就赶快点这里的小能量告诉爸爸吧 不行 不行 小朋友们 你们都不许给小能量告诉爸爸 如果让爸爸知道我撒谎 这些奖品他就不会给我了 他还会惩罚我呢 哼 弟弟 小朋友们才不会听你的呢 因为他们都是城市的好孩子 小朋友们 小能量住在这里 赶快帮我点一点告诉爸爸呀 这个房间是我收拾好的 我也想要这些奖品 快快快 小能量点出来 哇